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正式宣布投入共和党初选 准备抢夺2024白宫门票 影片中画出共和党人新愿景 更重提林肯时代的荣耀 但却只字未提昔日占有前总统川普 青年多前的忠心耿耿 直到国会暴动后一切变调 川普的谎言煽动引起暴动者高喊处理彭斯 直到彭斯提出选举认证文件 成为两人正式的政治离婚证书 习日副首辩对手 彭斯也从过去避免与川普正面交锋 到宣布投入初选后 左批川普诱打拜登 炮火全开 不过共和党光是目前宣布 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人 已经推升至两位数 如何甩开国会暴动的政治毒药 成功找到竞选定位 也成了彭斯总统初选的决胜关键 在新闻黄澄一报道